下列合成是碳排最多的動物 參加營隊的少年代表現場與副市長李四川來個問答 像是哪種物品不可回收 哪種家畜碳排最多 並透過成果展和現場來賓分享四周營隊所學 包含認識海洋廢物、污水處理、參訪生態農場 重新製作塑膠廢棄物等 除了學習環保相關專業知識 也到夜市捷運地下街宣講培養少年的自信心 在這個營隊裡面我遇到了很多的挑戰 像是我們去夜市宣導做宣導的時候 很多的遊客啊很多的路人會冷漠的看著我們 然後可能我們走過去要想要做宣導的時候 他們會就是故意白手走掉 然後不然就是裝作外國遊客 我們就會改變我們的想法 不是把錯怪在別人身上 而是把問題移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讓我們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像是我們第一個主題就是友善的放牧 友善的放牧很重要 就是雞很辛苦 然後如果我們用格子龍飼養的方式 他們會很不健康 那這些毒素到最後也會流回到我們身體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夜市 夜市會製造很多的一次性垃圾 那像是竹籤啊塑膠袋 那竹籤我們就沒辦法 那塑膠袋我們就可以重複的再次使用 然後還有水的旅行 我們平常可以在生活中落實省水的方法 你比如說洗澡前等熱水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熱水省起來沖馬桶 像是我之前還沒參加這個營隊的時候 我就會隨手亂丟垃圾 那隨手亂丟垃圾的時候 我就會 呃 因為貪圖一個方便 那現在 經過這個營隊之後 我就會 丟垃圾之前會想很多事情 比如說可能 我就有個吸管啊 海龜 一個海龜可能就會死在我的手上 那現在就是 會 不要使用這個吸管 自帶環保吸管 玻璃吸管 然後或者是不鏽鋼的吸管這樣子 減碳 是從生活做起 我在這裡也要跟各位分享 尤其這四個禮拜 包括進到第五個禮拜 所有的老師大概也跟我們 所有的講了很多減碳的部分 台北市 大概我們的碳排量 佔了最多 百分之七十人是駐塞 所謂什麼叫駐塞 就是家裡用個電 因為我們用了一度電 大概排碳差不多要排0.499 就是0.5公斤的碳 所以隨時關個電 也許節能減碳 我們就可以減碳 百分之二十五是什麼 是交通 騎個摩托車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搭捷運大眾運輸 我們現在所有的悠遊卡 如果你有登記 那原則上去做了這個捷運 或是公車 或是你去騎U5 都可以計算你的碳存成 也就是說你今天減碳減多少 那這一個部分現在大概都已經在執行 尤其執行最厲害的就是我們內科 從高科技的 請他們為了解決內科的交通 大家都做大眾運輸 那百分之五當然就是有一些 這個牛貴氣 這一個本身的這個文燒 所以我們一次性的 我們可以讓它減少 那這一個大概就是佔了百分之五 社會局創新計畫 首次嘗試以氣候變遷主題 結合賠力少年服務 希望透過應對方式 讓少年在暑假期間走出家門 了解氣候變遷 對所處環境的影響 進而培養對公共議題的發想與倡議 讓賠力少年從被服務者成為倡議者 其實氣候變遷對社會福利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重大的影響 因為不論是高溫 或是所謂的一個氣候的災害 都有可能對我們市民來講 造成一個財產跟生命的一個危害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這個青少年 成為是一個所謂未來下一代 來重視這樣的議題 然後也讓他們成為公民意識 裡面的年輕人的責任 那我覺得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年輕人 來講的話 社會局的安排其實是有意義的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一群青少年 其實是一個弱勢的家庭 那很多的一個年輕人可能認為說 靜靈探牌這是一個高端的議題 但是我們就是要讓這群孩子 從小去學習讓他們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而且在2030前我認為這個問題 對他們而言熟悉了解也可以自由地表達出來 對他的生活當中來講的話可以提高他們的自信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一個主題 那也是透過募款的方式來達到這樣子一個主題的推廣 而我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也希望社會局是能夠持續來辦理的 金領探牌的部分包含我們其實在對於獨老啦 對於所謂的生長者在適應氣候的問題 他們怎麼樣能夠提早的這個面對跟預防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在針對所謂的一個社會福利的這個措施 或是我們的相關的這個災害的準備 都應該要做好更好的預防措施 我要成為減碳王少年的減碳足跡成果展 8月27號28號兩天在市府一樓中庭展出 並由少年擔任導覽員說明展出內容及作品 現場還有互動的小遊戲及心得留言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一同響應減碳靜靈從生活做起 我們島愛地球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